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说人很多好像挺成功的 但是苏主席到底想干嘛 为什么被大家一眼就看穿 来看我们的报道 为了欢迎党主席孙昌高喊罢免立委与总统 明镜与立委办公室助理忙不提 酝酿年后正式启动 像从彰化出身上次选举票数咬最紧的 共党立委王惠美 以及桃园区只赢对手700多票的廖振景 另外新委是江慧珍 吴嘉诚和李鸿军都上党 要自己当立马委员 确实替他们整个建设帮助很大 所以我一点都不在意 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们也不把他当作一回事 一场火大游行 南军点出罢免议题只是政治操作 因为要罢免立委至少要原本选须 全体选民2%连署 一个月内要13%选民同意 到时候还要投票过班 通过选举罢免 换掉这个缓改革的政权 虽然看待一对口号喊得正天响 当然还有诉求换总统这一句 但罢免总统得要四分之一立委提议 再由三分之二立委同意提案 并且在马总统就职一年后 也就是520才能提 民将只有40席 远不及蓝军 六十四席 苏仁昌为了和蔡英文争议题主导权 抛出罢免说连自家人都有杂议 罢免总统不会过嘛 我觉得应该就是利用名气 来争取政策的辩论 罢免暗示政治算计 还是寒爽的政治语言 火大主主拿捏电火球失了焦 专新闻总统报道 好 看到这里了 到底苏仁昌主席这场的火大游行 最后实际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郭政兰委员也在我们现场 刚才你说这个罢免是不会过的 充其量是让民怨爆发出来而已 连你也这样看衰你们主席 接下来想做的事 其实那天游行是算成功 因为来的人非常多 就看人数 昨天你也讲 各路人马来 不一定全部冲着民进党来 可是基本上是反马 反马是确定的 所以 人家不一定是支持你民进党的某个诉求 可是反对马政府是确定的 所以其实 坦白讲国民党府院党看那么多人出来 他也蛮紧张的 因为有的人还因为民进党主导 所以不来 所以应该还更多人 所以这种气氛之下 应该就是说你要有政策焦点 因为马英九我觉得他也感受到 人民压力有不出来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提出几个焦点 说我们希望做什么什么 因为你只要提到罢免 罢免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人家就会认为 这好像又是你们政党的事情 这就不是老百姓在对政策 在做反应的 或者是对马政府的整体不满 对人是党跟党的事情 那第二个是 就是基本上他不会成功 那不会成功就是说 如果说政治上的一个斗争没有结果 那就是只是在 就是一直只是在虚张声势 那虚张声势就会空转 因为你那个合作的气氛就不见了 所以刚刚事实上 你前面有带到 就是说比如说你政治合作的可能性 就不见了 比如说你这个时候假设说 有这个高层见面的机会 比如说书跟马要见面 你这个时候怎么跟他见面 因为你要罢免他你还跟他见面 国事会议也一样 因为国事会议基本上是跨党派一个合作 那如果你已经不承认他的正当性了 那我为什么要参加你主导的一个国事会议 所以这里面就所有的可能的 合作的可能性都不见了 那就是说那你就判断说 在这个台湾现在这个阶段 你认为是党对党的一个斗争是可以解决问题呢 还是说要有一定的 这个马英九感受到压力 然后迫使他必须要回应民意才能够解决问题呢 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最近有很多民调 事实上大部分的人是对两个党都有意见 没错 就变成中立了 那变成中立那变成说你们两个党自己去玩 我觉得这个恐怕不能真的解决问题了 好 这个就局势来讲 就政治这个层面来讲 我们看到郭委员这番的分析 说的相当是中肯 但是显然呢 觉得是嘛 这边看不出来问题所在 苏这边也不知道自己 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吗 但此时此刻对苏贞堂主席而言 他的敌人到底是马英九还是蔡英文呢 我们中国时报的民调也告诉大家了 哇这个民调数字赢两倍 泛律阵营的部分赢 这个小英赢蔡 苏贞昌还赢到了三倍之多 所以请教纪委员 这个罢了你们根本就不用怕 民进党就说不可能成功 不分屈的又没事 包括整个党整个总统的事情都不用担心 这次他们冲过头了 冲冲冲冲过头了 换政策换内阁 换很可以嘛 就是说民间其实之前就很多诉求 但是行政院长陈总讲嘛 政策其实他所讲这些啊 包括非和家人 包括媒体的这个垄断 NCC下明年三月就要修专法啦 包括年终这个年纪的问题啊 这是其实国民党都要做了 换政策他国民党都要做了 换内阁很多人都要讲啦 对不对 其实这个还很可以 可是真正到深水趋势 换立委跟换总统 换总统不可能 我们就不谈论了 因为那个门槛太高 三分之二的立委同意 你纵使这十个立委都给他罢免 他还是不够人 还是不够 最大的问题 最大照明在换立委 我现在想不透 这么聪明之前 我说之前 现在不是 之前这么聪明的苏贞昌 竟然会提到换立委 这个事情非常大条 我很担心他没有楼梯可以下 我可以在那边断言啦 你换立委 其实这难度非常高 要有大家都知道 要有三这个提案 当然两派提案很简单 提案很简单嘛 百分之十三連署也很简单 重点是十三連署还有问题 还没有问题 出来投的人要过半数同意 而且要有五成的人 就是公民是五成 我跟各位报告你想一点就好了 现在我们那个选区啊 我们那个 严立委的公子 严宽恒跟民党的陈世凯在选 我们两党强力动流 我们都想说要冲过五成 都已经很困难了 怎么可能呢 你出来都要罢免 就超过五成的人出来投 这个难度过高 难度过高 有一个到最后一个结局 你现在难度过高 你十个出来罢免 我们只是为了一个补选 譬如说我们曾经请中选人算过 如果一个立委补选的话多少 原住民 他说要七八千万 各位想一想 假设你罢免是个立委 这个花的公帕是好几亿呢 是 如果万一一个 假设说啦 一个都罢免不成 你出来要不要下台 你当然下台啊 你知道 朝野对立 你知道浪费那么多的公帕 你一事无成 你罢免立委没有正当性 为什么 你只是说罢免立委只是父母 各位想一想 过去有一个正义政委员 你还记得吗 因为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结果呢 他搞得坦白讲 大家都觉得什么 荒腔走板 到了连任的时候 他才选了900票 那时候有没有人说要罢免 他也没有啊 这些委员呢 你想罢免这些委员当中 有一个像 我们正前立委 正于这种情形吗 正于这种情形 我们都没有说要罢免了 所以我坦白讲 我觉得 我觉得 我现在可以下个标题好了 是 罢免立委没有成功之后呢 隔天的 政府 报纸的头版头叫做 等不到热带弃拳 离2016更远 苏黯然下台 或者退场 就这样子啊 我告诉你 你听我说 他真的没有楼梯可以下台 已经喊出去要罢免了 不做不行了 可是是并于积极 积极这种所谓的 危机意识嘛 我很简单讲个故事就好 齐国跟烟国打仗 他就知道 齐国就请一个谋事 到那烟国的镇領去 讲说 哎呦我们齐国最怕 你们公道我们吉莫来 那战国时代 逃了我们的祖魂 割了我们俘虏的鼻子 那我们一定的士忌大师 结果烟国还真的动气呢 还把那祖魂都刨掉 把那烟那个俘虏都割了鼻子 结果反而让齐国更团结 你这样子要促成国民党更团结嘛 所以坦白讲啊 苏正刚冲过头了啦 为了打赢蔡英文 蔡英文就等着明年你们罢免不成 我看顺理成章就是2016代表人 好所以看来这个 这回大家说到这场这个游行 最后好像是蔡英文在作收这个余翁之礼 因为呢他的演讲场子最热最热 那现在看到委员这么一分析 好像这场的罢免之路玩下去 最后收割的可能还是蔡英文 请教刘委员 我们这个苏主席是真的看不清事实现状怎么样 还是他现在真是急了 在游行之前是很多人看苏仁潮的笑话 但是没有想到动员 动员成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 是参与游行的人 参与游行的人多了 不是冲着民进党 也不是冲着苏仁潮来 但是必须讲他帮苏仁潮解决了第一个危机 至少他不会面临说 当党主席动员不利啊要游行 可是这个是政党伦地之后 第一次最成功的一次游行 包括除了红三军之外是最成功的 第二个呢 我倒没有像这个国委员或是纪委员讲的那样的 对苏仁潮这种不堪 其实不要忘掉 2006年的6月28号 就是民进党放那一段 马英九那一段 他说18%的时候要下来 后来下来没有 那马英九受伤没有啊 对 所以要总统下台的目的是说 这个总统已经不受人民信任了 一样情况今天更难了 因为今天三分之二 全部掌握在国民党手里面 那更不可能了 可是你要知道 透过2006年的红三军 让陈水扁的当年 无法将他的政权 让民进党继续执政下去 而让马英九是很容易上台的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那个动作做了 如果具有正当性 其实他就成功了 包括这一次 如果民进党继续这样玩下去 说如果罢免总统的议案 能够在民间的联署成功 即便在立法院不成功 如果再加上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马英九继续表现这么烂的话 我相信国民党辞职是不可能的 但至于说民进党里面的内斗 是苏仁昌或是蔡英文或是谁 我觉得这个不是老百姓关心的 谁当总统是民进党如果要推个人 而且我想未来的政党轮替恐怕不叫政党轮替 是领导人轮替 因为台湾已经发现国民党不好 两次不好 但民进党也没有好过 所以是不是要换个好的人出来 所以民众会有感觉 但是我觉得在这边也不必把苏仁昌讲得太糟糕 事实上苏仁昌当然有他的盘算 苏仁昌在民进党里面的人员很差 就像你们做的民调 不要说别的 我记得好像你们媒体也写了说 在年代的访问的时候 他的那个收视率只有一半 那很显然我听到的 对苏仁昌都是不好的 所以这一点可能苏仁昌自己想办法 我请问一下民间联署怎样叫成功 只要能够达到 多少 如果20万也算成功 50万成功 台联就已经联署了 台联就联署了100多万 我说的民间是说 政府认定你有多少 就像清明党到时候喊100万 台联真的有联署 到后来67万 他爸爸已经联署很久了 那个我跟你讲 你记得去年4月份 我们不是有高知名说 我们有100万人联署 那个怎么叫联署 你必须要有身份证 是真实被认定的 所以当时中学会认定 6月7万 6月7万成不成功 就宋楚瑜先生来讲 他没有媒体 没有地位 没有任何东西 OK 成功的 是 好 所以这个部分 接下来大家应该怎么来看待 苏贞昌的一个盘算 至少我们在前面 三位委员的一个分析当中 不全然的一个看法 是一致的 所以在这里呢 其实这个新兰 他毕竟老谋深算 毕竟在这个政治场域 待了这么这么样的久 所以大家这么样的 看不好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刘委员刚刚讲的 那个部分的可能性 你觉得可能发生吗 至少造成一个 寂静印象的事实吗 政府就是这么糟糕 所以接下来政党轮替 所以到时候 想要抢2016大位的是苏 他最终目的就在那儿 所以一切一切的 现在往前看就是看到2016去了 我几个面向来分析一下 因为我那天有到现场 因为有一个节目 然后去做了相关论坛跟转播 确实有非常多的自发性的 民众到了现场 那要问的是 刚刚那个纪委员讲了一个例子 我们也要问的是 今天不是苏贞昌罢免马英九 是人民罢免马英九 刚刚纪委员讲了一个例子 就齐桓公也问了管仲 我们今天问马英九旁边 金普冲到了美国 谁在帮他做相关的国事 这个为什么会弄到 那个广电三法 冲冲冲冲冲到后面 然后翻车撞墙 撞电线杆 后来又说不要 那绝对不是国民党立法委员 我们看到吴玉生或是林洪十在这里面 暴冲 绝对是马英九暴冲 他一定一边踩油门 一边踩刹车 这样不要不要弄到后面 那今天要问的是 齐桓公问管仲一件事情 他说军官要跪什么 他说跪天 他就抬头看天 他说不是 你要把人民当成天 人民跟你要有合作 你才能够继续待下去 要能够在这里面 辅佐你国家才会强 否则人民背叛你 你就会亡 国家会亡 那个是民本精神 就是早早在你去翻所有的中华民国过去的这样子的过去的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些历史里面去看这些人 他有民本的精神 就是把人民为本 所以今天是谁要罢免 马英九 不是苏贞昌 苏贞昌没有这本事 不是民进党 民进党也没有这个本事 而是人民 就是今天做了这么多的状况去看 马英九要怕的不是苏贞昌 也不是民进党 是人民 你到底在这些作为当中 为什么我会被人民糟蹋成我的民调比陈水扁还低呀 我又没有贪污 他应该回头去问这样的事情 所以今天铺牌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问题都回到马英九 然后马英九旁边有没有像管仲一样 你要把人民摆在前面 那这是一点 苏贞昌奥 然后这次的游行上街 谁收割了 民党里面也讲 割到尾的是谁 蔡英文 蔡英文一上场一亮相 光是穿着一个羽绒衣 借墨黄的羽绒衣 大家眼光就头上那 因为一群老人当中看到一个 还跟大家一样年轻的那一块 这个一登场就亮眼 这是一个 他的讲话 过去我们看民党长的 像苏贞昌的最后讲话 骂呀 冲啊 激动啊 蔡英文讲话 对不起 让大家辛苦了 没有选上 我对不起大家 他那种方式 然后跟大家讲 今天台湾碰到很多问题 这种缓缓慢慢的在讲这件事情 然后能不能勾起大家回想 能不能在这里有联系 我认为有 他会感动人民 会在这里面去思索 台湾过去这一年的问题 在这里面也刺激大家 所有的问题 你不能等人家帮你抗议 你要自己来做 所以在这个台子上 这个台是谁搭的 苏贞昌搭的 这个游行苏贞昌搭的 谁搁了到尾 蔡英文搁得到 我再补充一句 蔡英文的小英基金会 大于民进党 他跟施政荣座谈了 他跟肖万长座谈了 他也跟张忠谋座谈了 所有社会大家看得上 但今天还有一些贡献 能够总在中立 被大家所接受的人都做了 请问民党能量 有大过小英基金会吗 没有 所以今天蔡英文 在整个的这个游行当中 最后她收割了所有的光环 也难怪 大家到她脸书上 按赞的有八万多人 我认为 八十万 八十万 我认为在这个状况下 蛮久跟蔡英文 跟这个苏贞昌里面 今天看到的是 蔡英文的语言 蔡英文的行动 蔡英文的社会能量 在扩张当中 好所以大家都在紧张吗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其实苏贞昌完全没有掌握到吗 所以她有掌握到 这场的火大游行 到最后呢 我们看到的是 真的只是让人民 能够在这里宣泄情绪 刚才大家都认同啦 我们这边不管 买个阵营的来宾都认同 当天应该很多的观众 很多的上街头民众 是自发性 不全然是因为民进党 也不全然是因为 这个苏贞昌而上来 那么大家对于马的 马政府的一个不满 那当然这是马政府 你要去解决的问题 但在这场游行当中呢 这个火大之民跟蔡英文进行 是对决之时 我们来看到 苏贞昌第一个主要的对手 敌人其实就是 自己党内的蔡英文 因为从这几个迹象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推演 之前就否决 谢长廷出长 中国事务委员会 宣誓出来的是 她走的路线恐怕倾向独派去了 这么跟蔡英文 跟谢长廷 当然立刻做出了区隔 那么最后呢 在这场的演讲当中 她提出了罢免立委 跟总统 真的是一个重的手段 这宣誓的是什么呢 那接下来苏贞昌 是不是要走 鹰派的激烈手段路线 当然这也是要跟蔡英文的 鸽派的温和路线 来做出区隔了 再来呢 宣誓罢免总统 是要超越 而且否定蔡英文的 国事会议的诉求 所以看到这 国委员这一切一切 就冲着小鹰来的嘛 其实她要走自己的路 也可以啦 她要提出自己的主张嘛 但都看不到嘛 比如说中国事务委员会 她也许觉得说 谢阳廷走的太快了 那你起码把她 组起来吧 到现在还没有组起来 党内不支持 不是 党内不支持有些人不支持 可是还是会有一些人支持 那你起码把她组起来嘛 起码把她运作起来嘛 然后让她开始讨论议题嘛 对不对 比如说马英九今天说 要扩大路线来台 是 就该讨论了吧 所以你要让她进入运作 那比如说年金 据我所了解了 林万一早就写出来了 我看到苏主席也到了民事接受专访 那也说有这一本 对 那你为什么不说里面的内容呢 只有看到封面啊 我那天就只有看到封面 你所写的40页 他现在就广义讲说 这个叫社会团结模式 可是人家就想说 那到底你替代率是多少 就人家想要知道一些细节 那他就觉得说 我们最好不要在国民党之前发表 我的意思是说想太多了 他被学去了 就说想太多 想太多 人家反而看不到你真正努力的东西 比如说中国事务委员会 你如果觉得谢阳廷 这个阶段不适合 你就自己组起来嘛 那也不是没有你的 比如说小英也愿意来啊 小英已经答应了嘛 是 他是答应 对不对 那你还可以找别人嘛 那还是组得起来啦 那就开始运作嘛 那人家觉得说 你还是可以处理这个议题嘛 不是苏主席恐怕一次整个 做一件事哦 那么这个火大列车开了一个多月 那么113已经开完了 列车也已经上街头 演讲也结束了 那接下来到底让大家要看到的是什么 可是没有提出对策 就是我们一开始很多的分析 就说到只有火大没有主张 到现在依旧没看到 看到是接下来要在5月份发起 是罢免总统跟立委 那么这样一个罢免的动作 到底民进党内部自己又怎么看 其实很快 今天也不过星期二 不同的声音 已经通通都出来了 民进党内部 没有凝聚到共识吗 我们来看到的是秘书长很重要的职位 这是党主席身边最重要的人物了 但是秘书长林希耀说 罢免只是个运动了 重点不再成功与否 而是要符合民意 没有打算要来成功与否 这个推着动作要做什么呢 刚才看到我们苏主席 非常非常的声势力竭在推动这个动作 那么立刻来看到美丽岛电子报的副董事长 吴子佳在这里问到了 他也非常之不解 他说苏贞昌明明要爸马 隶属的新系的这个林希耀 就是他的秘书长 怎么出面缓夹呢 如果不是苏贞昌虚张声势 那就是新潮流里头有杂音咯 否则怎么会出现 主席喊冲 秘书长忙着来降温的一个矛盾局面 新系到底怎么看呢 真的是不支持苏贞昌吗 新系大佬林卓水也说话了 他说民进党应该把心力放在对年金 反媒体垄断提出一个完整的政策 提出好制度比罢免还要重要 看来新系不支持咯 看到民进党发言人林俊仙又怎么说呢 他说不是要罢免所有国民党的立委 如果有人反对民进党的主张 他们才会提案 至于总统的部分吗 会给马英九观察期 纪委员 所以老大我给你问 龙总不用怕 虚张声势 那么这个游行总要有一个好的一个ending 所以呢深思历劫一下 让大家开心就好 接下来不会认真做 其实包括换政策我都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谈那个非核家园就好了 非核家园其实马英九总统也公开宣誓 他宣誓过了 长期就是非核家园 前几天我们跟他跟一些文区联合在座谈的时候 他非常明确讲 甚至还有人说 就是说要总统马上表态说 到底我们政策做不做合适 但是总统非常明确讲说 绝对没有预设立场 只要说这个安全没有过关 只要没有核安 却绝对没有核四 没有核安 他讲得非常清楚 总统甚至还讲出说 我的身家姓米尔在这里 他都这样讲出来 是 换句话说反核不止 你在反核 但是你各位想一想 其实在阿扁执政时代 他当时在张俊荣提出非核之后 结果几个月以后马上又续建核四 因为这样林毅雄才出来 还退出民进党 还去游行 还全国走透透苦行生 他说阿扁执政 民党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诚信的政府 换句话说当时你们也是口中喊了非核 结果呢还是续建核四嘛 结果那时候苏政长 你干过行政院长啊 你干过行政院长 你也在建核四 结果你现在换的位置 现在马上反核 其实你反核 我们反核 所以他这些诉求 有些时候寒爽 而且骗骗这些民众 坦白讲 因为前阵子的韩国的总统 女总统普警会出现 你知道吗 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女生可以当做 因为过去刚开始 蔡英文出外选的时候 他有没有大脑 穿滚的不能算总统 可是现在很多世界各国 请滚了当总理 当总统太多了 他有压力嘛 有时间压力 而且他是老将最后一战啊 所以有些时候冲过头 我觉得他这次很难收拾了 不然他 他如果有种 真的提出要罢免这个利益 我坦白讲 我觉得他非常尴尬 但是提出来结果就是 虚似不可能成功 然后呢制造对立 我觉得他恐怕 没有办法撑到2014 好是不是撑不到2014呢 但是苏政长主席 刚才委员都讲 最后一战的意志力 可是非常非常之坚强 接下来呢抢回了主导权 接下来还要搞政治斗争嘛 我们待会回来继续再做分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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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